于游戏中增加Picoball互动控制 Picoball的中介程式里面有感测器所显示的数值 在这里全部都是用英文来显示 它我们在这边提供对应的中文 例如像slider是滑感 light是光线 sound是声音 button是按钮 resistance A是电阻A 分别类推有电阻A、B、C、D 在这里请各位同学要注意 我们在研究数值变化的对应关系 例如当我们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对应感测器的数值是多少 由于每块板子的设计不同 所以可能遇到相同的情境 它的数值变化也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异 好,那各位同学当我们要使用这一些感测器的数值的时候 我们就到更多积木当中的Picoball的程式区块 好,在下面做选用就可以了 好,那例如我们可以在前面这些城市区块像button、滑感等等打钩 那这样子它所对应的数值就可以在舞台区可以看得到 好,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数值跟这些感测器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一下button是按钮的侦测值 这个侦测值目前来讲应该使用上没有任何问题 好,当它是0的时候表示是按下按钮 1的时候是为按下按钮 好,那另外滑感呢 它有侦测值是0到100之间 光线的侦测值呢 跟之前我们提到的是不同 那这里各位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它也是一样是0到100 但是呢,光线越强的时候它的数值越小 好,例如你光线比较强的时候 它可能是1或2 好,那你光线暗的时候 它可能是85啊、90等等之类的 下一个程式区块是音效 好,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音效的侦测值 好,是0到100 声音越大 数值呢,就越大 好,除此之外呢 有电阻的A、B、C、D 好,那电阻的话就顾名思义 好,那当它的电阻越大的时候 它的这个数值越大 好,那各位同学稍微思考一下 电阻呢,跟导电性 好,事实上是一个相反的概念 好,如果你的电阻越大 代表你的导电性越不好 好,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条件判断的区块 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条件判断的区块 好,譬如说呢 像我们看到的第一个 就是这个Button Press的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按下按钮 还有另外像说 这一个电阻侦测器是否有连通 那像这些的话 目前使用上还是有些问题 所以建议上不要使用 那我们用另外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程式区块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那一般我们在对这个程式区块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来使用它的数值 好,例如说呢 我们再看到这个程式码 当率期被点一下的时候 它就要重复执行 那移动的步数呢 就看我们那时候滑杆的侦测时是多少 好,碰到边缘就反弹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式码 但是呢 基本上呢 并不建议大家使用 比较建议的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是将感测剂的数值存为一个变数 好,每隔一段时间呢 进行侦测或是更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样子 好,当这个率期被点一下的时候 它就会做重复执行 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去建立一个新的变数叫滑杆 那滑杆就等于滑杆的侦测值 然后呢 等待一秒 之后呢 再来重复的侦测 好,所以它是每隔0.1秒进行侦测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侦测值呢 拿来呢 使用 那这时候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是使用它的变数 好,那第三个案例呢 是有关于按钮的部分 好,在这里呢 当这个使用者按下按钮的时候 侦测值是0 那一样的 那一样的 我们在这边呢 也一样的建立一个变数叫做按钮 好,那我们一样的就是设定这个按钮 等于这个button的这个侦测值 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重复执行 然后如果就是按下按钮 就是它的按钮的值等于0的时候呢 就换下一个造型